- 嗨 大家好 我小鄧老師 今天要和大家來分享的是 到底是簡譜很難呢 還是無限譜很難 有時候你會聽到有些同學說 啊 無限譜這個豆拉塞太難了 我們沒辦法學 那也有人學一段時間說 哇 簡譜真的好難啊 其實我覺得真正的簡譜才難誒 今天我們要用一點時間的和大家來聊聊 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為什麼他們會覺得這個東西很難呢 你通常會覺得無限譜難的原因 第一件事情是因為看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他沒辦法當下反應出 這個是收 還是是拉 但是當我看到是數字5的時候呢 12345 就Doremi發售 我有辦法馬上唸得出來這個是收 所以這個狀態呢 他都會說 喔 我覺得豆拉塞比較難比較難 這個我沒辦法當下反應得出 那為什麼會有人覺得簡譜難了 因為簡譜真的這個數字1呢 可以代表各式各樣的聲音 那當我要練12個調的時候呢 每個音都可以當1的時候呢 我就代表我有12個指法 12個調的話呢 就總共就144個指法 在一個8度就已經這麼複雜了 所以他會覺得說 喔 真正的簡譜我才覺得很難 那如果是在無限譜上面寫上數字的話 我會說這個算是改良式的簡譜 但真正的簡譜其實是 只有一種版本的樣子 就是他只有 Sou Mi Mi Fa Re Re Do Re Mi Fa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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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不能有任何的La Fa Fa So Mi Mi 或者是Fa Re Re Mi Do Do都不行 那藉由這個機會呢 我要來大家分享的是 為什麼有些人呢 簡譜的這個指法 按得非常流利 或者是感覺他背得也非常熟 通常這個簡譜學的很好的同學 或者是很厲害的這個演奏者呢 第一個是他有很好的耳朵 很好的耳朵的意思就是說 我吹這個音的時候呢 他可以馬上反應這個是 Hu 或者是Do Sou 或者是Do Sou 或者是Do Sou 就是他可以反應得出來 這個音是Do的話 他可以知道Sou是在哪裡 或者是Do Mi 他可以馬上反應出來 Mi是哪個音 但是大部分的人呢 在學手調的指法的時候 都是硬背 就是10倍的方式 Do Mi Fa So 然後就要翻一下指法表 一直看 那基本上這樣子背下來的同學 我發現 就算學了5年10年 他再怎麼樣背 他頂多背兩套系統的指法 再厲害的話就是三套 基本上12個調背起來的人 基本上不多 那當下我們會想說 啊 只是先學一條歌 用最簡單的方式 馬上入手的話 這個方法是OK的 但是如果以常態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先理解說 這兩個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發現如果是用一樣的時間下去教的話 首先我們要先記每個位置 跟印記這個12個調子法 所以真正聽力好的學生可能在 真正非常非常好的 可能連一成都不到 或者是可能只剩一兩趴的學生 才有辦法 Do Mi 還是Do Mi 或者是Do Mi 之類他才有辦法反射出來 這種學生基本上非常的非常的少 所以如果用一樣的時間下去在教育的話 或者在練習上的話 看著這個位置 然後把12個調按出來的人 成功機率應該是會比較大的 那還有藉由這個時間呢 我要和大家來分享就是 如果我在背指法的話 會碰到什麼樣的狀況 今天如果有個拿Tenna的同學 他就說 欸 降E調怎麼按啊 啊 就是你吹吹Auto的時候 用那個降A調的指法 什麼降A調的指法 不是不是按這樣嗎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這邊在這個地方就是降A調啊 這怎麼會是降V調的指法呢 沒有Tenna的降E調是這樣按 所以會搞得非常非常的複雜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每次吹的時候呢 他會先說 欸 這什麼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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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用什麼調來吹 但是如果是在看固定調水的時候 他就比較不會問這樣的問題 他就直接看了就直接吹 那 問了這個調之後 他如果當下是沒有把這個調背手的話 就會要花一點時間 又回去再看一下指法表的狀態 第三個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由於降E調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 所謂薩斯風我們全部按的這個音呢 叫做兜的話 最低音的音就是降C或者是C 因為這個調也吹得最熟 所以我們看的譜呢 常常習慣就認為 低音C已經是薩斯風裡面最低的聲音了 可是如果今天換到一個調的時候 突然來一個Me下面一點 或者是Ray下面一點 那他就會問說 蛤 有這個音有這麼低的音喔 我們會發現又要花很多的時間 去跟他解釋說 喔 因為在這個調的話 有到低音這麼低的Me 或者是到低音這麼低的Ray 2下面會有一點 所以會來來回回 其實會花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在做這個解釋 簡譜呢 真的就沒有好處了嗎 簡譜真的有很好的好處 就是當我們功力都非常深的時候 看著簡譜 發給每一個樂器 長笛 樹笛 小號 薩斯風 他看一個譜 但是他們功力夠深的話 就會知道 喔 我在按這個的時候 我要知道我用哪一個聲音去按它 哪一個字拔去按它 因為大家看的譜 只有一種 然後全部被簡化成最簡單的樣子 也是最簡單記載的方式 但是如果不是學過音樂很深的學生的話 去練這個的話 通常都會比較辛苦一些些 因為全世界大概也只剩華人在看簡譜 那你說走到歐美或者是日本 那當我們都理解這兩個系統的時候 我們在聽到他們說 什麼樣的譜比較難的時候 你會更有感觸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囉 那你是不是有一樣的感觸呢 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 那記得把這影片分享給你身邊 追上的朋友 我們就下期見囉 掰掰